另外可以去看什麼股份呢? 同樣是業績股 其實也不是太多人去看 但我覺得可以留意一下 是利亞零售 其實也是同樣的業績 其實也是穩打穩摘 收入升了10% 股東已經佔入利 還有牌息也有增長 股息也升了11% 這公司做什麼呢? 這公司對於很多年來都很陌生 現在是主力做聖安娜 以及做一個眼鏡的連鎖店 聖安娜依然是主要的業務 因為它的收益是最大的收益 另外就是做一個ZOFF 或者是ZOFF的眼鏡連鎖店 這其實是未來的增長動力 但現在的規模相對上是小的 溫和增長 其實是聖安娜依然可以給她 另外也有一個餅店 做過新眼鏡 但因為她也很小 但也不會特別大的影響 當然你也要看什麼呢? 聖安娜依然會增長 其實疫情對她來說一定會有影響 不過她也是有收補助業的資助 她也是可以幫得到她 在相對上的影響之下 做得到 還有 其實這些疫情對她的麵包 其實都會有影響 但就未必會很大 因為你上班、上學都會買 但因為你疫情之下 都不知道為什麼 其實都是很多人賣 有時候去麵包店去看 其實都是沒有麵包 對她來說要怕些 怕些什麼呢? 因為現在都是時間上早 你都是衣服 其實最主要影響這些麵包店的營運 是中秋節的熱餅賣 如果你在疫情 其實你還有一點時間 應該可以用得到 主要是在中秋之前買的 那段時間 前一兩個月 其實就可以控制到疫情 其實就不需要太擔心她 麵包方面的情況 再加上她有補助業的 就幫她頂住 反而就是她能夠整體疫情去平衡 希望她的硬境方面 可以多開店 在消費券的打動之下 如果可以令到這方面的增長 可以有一定的潛力 不是一個很有憧憬 很高增長的公司 但是她是一個 相對上很平穩的公司 你看回她的派息來講 其實她的派息來講 其實現在也不錯 她的派息來講 我現在也有6時半的息率 其實我覺得她是 去到有這樣的水庭 和業務平平穩穩 其實都是值得去考慮 但因為她的資高 我就不是建議大家 是現階段買進去 我就寧願是怎樣呢 寧願打一等這些股 因為你不是很高增長的股 你是平平穩穩的股 你買進去就因為是平穩 還有她有個息率 所以她的資料上去 我又等其他人買 我寧願去 你等下她 有沒有機會落回 可能0.72這些水平 去收集 我覺得可以去想想 反而要看什麼位置呢 萬一她真的失去 其實很長期整固的一輪 即是這些水平的低位 她失去0.65的話 我都覺得0.72和0.65 但萬一她失去的話 我都覺得不妨去等一等 其實可能沽了也未必 但我覺得也要沽了部分 出來看一看 若這些這麼平穩的股 其實在疫情之下 我相信不會太差 亦都是有些補就業的補接去幫她 但萬一原來股價都失去低位的話 我還是要先去看一看 所以現場來說 我覺得不妨去放進去檢查 之前去看的 但又未必需要去沖上去買 而且這本身也是一停的交頭 但又不是十分活躍 因為平常來說 看得到這些陰陽粟 你都會猜得到 所以為何你這幾天成交大 為何要公布面移植 今天特別大資料上去 你特別是買一些平常穩穩的 民生股、收息股 是很追耐內線的時候 你永遠就追耐它 等它回遲的時候才去買一下